今天女儿是不是也来了 女儿也来了 也来了 我们掌声请她上台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张小雨 来自安徽邦步 因为小雨现在还处于是一个恢复期 所以不能久站 我们也请小雨坐下来跟我们慢慢聊 我挺好奇一点 昏迷了两年 苏醒过来之后 眼前的这个世界 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是在医院洗的 我妈还有嘉峰 他们都站在病床前 看到他们了 就是也有点像那种 做了一种梦的那种感觉 我想嘉峰怎么也在这里 然后我就喊嘉峰 然后嘉峰说那眼泪 就是留下那种幸福和激动的眼泪 喜极而起 后来是怎么谈婚论嫁的 就那时候就是我还不能行走嘛 坐着轮椅 然后嘉峰就给我求婚嘛 说小雨你愿意嫁给我嘛 然后我就同意了嘛 然后我们就订婚了 她那时候坐着轮椅 吃饭这个时候都是抖的 讲话还不太清楚 嘉峰就依然就来就选择她 她选定了小雨 就是一辈子要留在她身边 照顾她一辈子 所以说就到现在都很幸福 能看得出来 对 就是那时候刚醒的时候 由于这个脚变形嘛 出门都要坐轮椅 然后我们家住在五楼 都是嘉峰从五楼 把我背到一楼 然后挂完街回来以后 嘉峰又从一楼 给我背回五楼 这也太幸福了吧 我们聊到这儿了 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也该闪亮登场了 这位女婿到底是何方神圣 女士们 先生们 请她上场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张家峰 来自安徽父母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她的身体突然出问题了 当时我在合肥 中间就联系不到了 然后我就不停地打电话 打电话 后来电话接通以后 是小语她的舅妈接通的 她就跟我讲了 小语当时的情况 听了她讲了以后 当时也有一种不相信吧 就感觉这不是个事实 后来连夜我就买了一张车票 到了南京 其实第一眼看到她吧 她睡在那里 全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治疗 以及一些机器 而且整个人的身体都很浮肿 就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几天的时间 一下子就变成这样 那时候我们决定谈恋爱的时候 就彼此给对方 就是说我们以后要笨着 笨着结婚 以后白头偕老走去 心里边就一直有个信念吧 实际上她这么好一个人 肯定会好过来 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你 对 那个时候双方的父母的意见是 那时候我也就觉得我们对不起家分 他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了 他突然走合肥 感到难尽 他帮他的工作都辞掉了 为了我的女儿 人家父母又怎么想 当时我父母就是说 对我说 你觉得对 完了你就去做吧 父母虽然给我这样一个答复 我觉得吧 对我的父母还是有点愧疚的 有一次愧疚感 对 我觉得吧 我只是一个平凡人 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一件事 那时候他刚醒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我完了 还能喊出来的我的名字 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我只想把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东西给他 在我力所能及 就是想把所有的东西给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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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